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超越 孟子一等 代官宣但基本上已经确定出席的艺人有肖战 杨颖 杨子 吴磊 王鹤蒂 赵丽颖 任嘉伦等 有希望出席的艺人还有杨幂 迪丽热巴 刘亦菲 华晨宇 杨阳 蔡徐坤等 最近公布了一些微博数据 肖战 迪丽热巴都属于那种遥遥领先的 相信这两位微博应该都有邀请吧 两位算得上作品有热度 个人有流量的艺人了 作品还要在微博上宣传 能不给微博的活动点面子吗 不然上黑热搜咋办呢 现在傍晚会请明星走红毯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 许多艺人粉圈对爱豆的新兴造型也是期待已久 肖战看起来是要去的 听说是已经到了苏州住进酒店了 粉丝都在判造型了 不知道今年会是哪家的呢 按照肖战以往风格 估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记得肖战19年第一次拿微博king的时候 Gucci给他定制了一套西装 非常贴身 如今 肖战已经是Gucci全球代言人了 待遇大抵也不会差了 必然是Gucci高定任君挑选 肖战自个似乎也比较钟情Gucci 这次微博红毯 大概是有Gucci一套的 Dior的话 则是上一次腾讯视频星光大赏那套蓝色的西装 其实三家服装都是不错的 哪家都OK吧 OK 期待肖战 杨颖 杨子等一众艺人红毯新造型了 据说今年没有场内观众 粉丝想进去也只能找媒体邀请函了 大家就线上看红毯吧 你怎么看待呢 欢迎品评哦